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以为神不知 鬼不觉 却不料头顶上还有一双注视的眼睛 倒车团伙的背后还活跃着一个神秘的身影 斩断黑手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五十多岁的老河是一个犯罪团伙中的重量指诊物 在同伙们看来老河是个有门路有办法的人 而且办事讲究信誉 说到做到 在同行中间人缘极好 对于这一点就是老河自己也感到很得意 然而许多跟他打过多年交道的人 也不知道他的真实性命 我只知道他叫老河 就真实的名字以前都不知道 就是在现在扎了之后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真名不太清楚 一般这个不是刚明的交易嘛 是不是啊 我们不是刚明的交易 也不是说是啊 刚明的交易 就是黑暗的 也不太清楚人家的名字 这些人之间所有的交易都在黑暗中进行 神不知鬼不觉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这样做也会有失手的问题 2008年年初 广东省江门市澎江警方 一连接到多起动机 二月份开始就陆陆续续 我们下去就本田雅阁 丰田 皇冠 三陵吉普 这些车辆就陆陆续续发现被盗 路是被盗的那个油画特点 一个是那是一本厂的车 第二怎么是那都是90年代的车 就是比今天老日的车 都是同一款 反正车就是被盗 就觉得这个 呃 案子呢就是说同一个盗 盗救团伙所为 多年来的较量让民警们深知 盗车贼呢作案机动性强 往往没有任何规律可 因为这个机动车被盗了其实说实的也没有什么相似可看 不像其他案件有留下的痕迹 你偷了之后呢 让它就是一块水利丁 让它就是一块草地 根本是没什么留什么痕迹的 被盗车辆大多是停在小区外 街道边等一些无人看守的地段 盗车贼往往选在夜深人间时作案 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 车走了就走了 人走了就走了 没有摄像头 没有其他目击中人 你很难发现什么线索 在作案得手后 盗车贼会尽快将被盗汽车交到专门收购丧车的老板手中 而消当者也会在第一时间着手改造 转手交给买家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一辆被盗汽车就会彻底改头换面 几亿骑手 警方追踪起来相当困难 江门市庞江区地处经济活跃的珠三角地区 通往外地的路口大多设有收费站 民警推测 作案车应该会在这里留下踪迹 然后每当案子那个被盗的时间呢 我们每当案子去现场勘察 每当案子都去看监控看录像 最新接到的报警 是一辆施主2003年购买的本田雅阁 在这段短短的录像片段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被盗的本田雅阁汽车当晚就是从这里经过 当时已被拆掉车牌 民警注意到 就在被盗车之前 是一辆黑色的皇冠3.0轿车 而它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警方的事业中了 从煤炭那里面就摸出了一辆一辆那个先导车 就是皇冠3.0的那种黑色的皇冠3.0 他就是利用这个先导车在前方做这个引导 一个是侦查 前面有没有这个警察查车 假如没有的话 他就会带你这个被盗车迅速逃离 如果有的话呢 他就可能就马上会电话通知 后面前面有情况 应该绕道就行 民警注意到 这辆皇冠3.0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都挂了不同的车牌 挂了是这个军牌 有时候挂了武警车牌 每次我们那个车被盗了 都出现在我们江湖市区 现在我们就反映这辆车呢 就是那个作案先导车 从这里就开始有的那个案件的眉头了 这次警方确信 近来在彭江区频频作案的 也许就是同一个团伙 就在彭江警方紧锣密鼓的 追查活动猖獗的倒车团伙时 又有一辆汽车保释了 这次被盗的汽车仍然是日本厂的汽车 据事主反应 他当时当天晚上11点多钟 将他的车辆停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处于一个无人看管的位置 而且周边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出一个十字路口 从事主停放车辆的位置 到犯罪嫌疑人逃离现场 所有经过第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 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 所以说犯罪嫌疑人选择对的地方作案 也是他经过精心挑选 因为这个车被盗都是利用那个夜深的凌晨被盗的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人少 而且那时候的被盗那个聚载地方 或者是那个山铺啊 都是都已经关门了 都没有那个现场看到 其实有看到了他也不知道是偷车 被盗车停放现场无人之少 并且临近主要公路 最万事正值夜深人静 也许又是一次神不知 悔不觉的秘密行动 但是让盗车匪们意想不到的是 这一回他们遭遇了可殊的目击者 在我们调查走访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发现呢 被盗车停放的位置 正前方 也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的 两台空调压缩机的下面 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是属于一个旋转式摄像头 但是还不知道有没有考读 有没有那个监控录像 但是一看到了 他心里就还是兴奋起来了 有信了 有线索了 有摄像头就有痕迹物证了 没有摄像头 起码有摄像头 我们可以确定他具体的作案时间 作案人数 如果运气好 可以看到他的作案车型 车牌 这是我的同事 你们这个录像晚上有没有在使用吗 有啊 24小时监控 24小时监控 他停车的位置 你再往这边转一下 就在这里的当时 对对 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录像上显示的 就是2008年5月6日凌晨时分 发案停车点的情形 车主们为了方便或者省钱 将车停放在这个无人职守的地段 此时 那辆后来被盗的丰田吉普车 也停在这个队列当中 你看这个就是被盗车球车 停在这个位置 它的车的后面就是个马路来的 从来回摇口的摄像头中 人们可以看到 周围已经没有任何人活动了 这里呈现出一片安详静谱 就在此时 一辆车亮着灯 从右侧开了进来 停在紧靠公路的地方 他把车停在路边 万一有人发现 老百姓也好 其他人也好 他很容易上车逃跑的 每次选择做这样 目标跟以前都是 有很强的那种规律性 如出一辙 你看他等下下了一个人 这个车下了一个人 这个人走过来 这是望风的 这里还有 这个车里面还有人 这边还有一个人的 这里找车 你看到没有 那找车 乘一台车 一台一台车走过去 当时我看到 他那个走的过程 有走过了五六台车 刚好他就挑了那台 就是云产系列的车 就是他自己寻找的目标 就在盗车贼 在锁定作案目标时 他的同伙也没闲着 这里有个人的 这是望风的 望风的有手电 发发信息的 他不会都有发出声音的 里面看看 外面看看 有什么信息 他直接把手电筒 发信号给他放 看到没有人注意 望风的那位 也慢慢的走到目标车前 鬼鬼祟祟在查看上 也许是遇到了 事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无法继续做案 两人回到车上 然后又走到店铺前 一起商量 经常我们破到一些 一些系列的车 都是被敲乱车门 敲乱电燃锁 没有偷走的 为什么 都是因为难搞 增加一些环道 那个设置 最好是装什么GPS 或者是一些锁油门的 一些开关 使得比较隐蔽一点 他就很难找到 他如果给他偷的话 也增加了难度 他如果难偷的话 他也会放弃 看来商量的结果 还是不放弃作案 你看看他灯到亮了 这是一个手电筒来的 还有一个手电筒到了 二方这里面 就是在那个里 已经进去了 举那个方向盘的那个锁 锁方向盘的那个锁 如果从物色作案目标 开始算起 到打开车门 换掉车牌 锯断方向盘防盗器 两名盗车贼 在作案现场 活动长达十分钟之久 正是因为 在夜幕的掩护下 车子又停放在 无人职守的地方 盗车贼们 才会如此胆大妄为 因为那种黑暗地方 比那个暗方啊 头车啊 一个参照好的条件 黑暗地方还好下手 没有人经过 没人聚意的地方 这个暗方知道 已经搞好车了 他就没上车了 走向自己的车 走向自己的车 走向自己的车了 这个车一亮了 就准备走了 他都一走 这里就OK了 就是上车 这个车差不多了 打开车门的 进去了 已经亮了 已经亮了 已经开始启动了 在设想后无声的注视下 盗车贼开走 价值二十多万的汽车 尽管监控录像的图像 不是很清楚 但是民警们还是根据车辆轮廓特征 判断出 此次作案的先导车 是一辆皇冠脚车 车型大概能分析 可是这台黑色的 类似于皇冠小汽车 因为皇冠小汽车 前面有一个车头 突出了一个标字 根据倒车团伙 离开作案现场的时间 和出城高速入口的距离 邦案民警很快计算出来 这个团伙经过收费站的大致时间 这辆越野车就是昨晚被盗的丰田吉普 而在它之前通过的 就是一辆黑色的挂着军牌的皇冠3.0轿车 看到这个车跟我们前几个月 被盗的先导车是同一个先导车的话 我们就认定了这个车是同一户人所谓 这个频频出现的作案先导车 这个在同一地方连续作案的倒车团伙 都让警方确信 这还不是他们的最后一次 因为他已经在江门偷了这么多台车 他已经尝到田头了 没有被抓 也没有什么沿路 什么受到什么追 为罪堵截 都没有了 他觉得自己的神不死鬼不绝 他不会休息的 不想洗的堂皇 在一个地方坐当 一连四五辆日系汽车被盗 警方认定是同一团伙所为 而且他们肯定有一个流量巨大的嚣张渠道 从这个团伙的活动规律来看 他们应该还会来江门作案 为此警方根据他们以往逃离的路线 悄悄的设置了埋伏 等待那伙频频出现的来访者 深夜零点十分 正在守候的民警 眼前突然一辆 那辆皇冠车果然再次出现了 当时他也是挂了一台军牌 不是之前掌握那台武警车牌 车型还是这台车型 我们就把它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基本上敲定了这台车 就是之前我们掌握那台作案车 那时就很激动了 看到那个车 马上给了下面两个卡口 就打电话通知 就要准备 看他是不是往里面的方向 抬过来叫他提前做个准备 在几组侦察员的接力监视下 这辆皇冠进入了江门市区 开始减低速度 在大街小巷中四处乱转 显然并不急于下手 我们看他的寻找作案 目标基本上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 都是逗 寻找他一个感觉最安全 最方便下手的一个目标 来动手 在江门市区转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皇冠车又出了城区 这时跟踪的民警担心起来 难道对方已经察觉了警方的行动 因警方倍感意外的是 皇冠车并没有按来路返回 而是继续前行 一路向东 是向阳江市 他那个车 那要么偷到车 要么偷不到车 这是阳人可能 他是拿人可能 都还是要回去 那还是我们还是有机会 我们就先把那个 跟我们上级领导 把这个情况汇报之后 在他回到路上 毕竟之路 还是安排那个民警在守候 开始往居民地转了 皇冠车在阳江市区转了一圈后 就开进了一个住宅小区 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 人们大多还在睡梦当中 小区里非常安静 这给跟踪侦察造成了困难 我们车也不能跟他太紧 跟太紧就怕他发现 那就只能在那个小区 那个门口 在这里守候他 侦察员只能在小区外守候 他们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 让侦察员们感到意外的事 这一次他们偷的是一辆帕萨特派轿车 民警们推测 收购当车的老板又有了新的买家 而买家指定要帕萨特轿车 已经那个时间差不多已经接近了四点钟了 如果再去找目标也要花时间 而且再偷步车也要时间 而且还要人开车 我估计就是说那突然的车已经要收工了 那天干的晚上 燕炭抓捕时机常熟了 警方开始展开收网行动 然而作案车带领被盗车上了高速路之后 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状态 而公路两边都是漆黑的田野 你在高深的交代法 也发生交通事故 或者是即使控制到车也交不了人的 这些情况都会发生的 警方选择一个宽阔地点做最后收网 指挥员接到曹乐明的报告 随即出动大批警闭 迅速将位于广州附近的收费站集结 因为进入这个收费站的时候 速度比较缓慢 以车堵车 利用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车辆 以及我们自身准备好的车辆 前堵后追后塞 以这种形式把这个犯罪行动的车辆堵塞住 之后再实施这个抓捕 我上升了 我给你马上装买票 我就马上叫你买票 你就把它开过去 我就准备 这个车差不多要到了 你就装买票 差不多到时候就把所有的收费通道封掉 有一个通道经过 坐完车 背道车过来之后 一看前面塞车 他也不会想那么多 以为就是塞车 不自然的 就把车给停下来 在这次行动中 警方将中立生林国雄 两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 同时缴获了两人刚刚偷走的 哈萨特轿车 而这辆与自作为先导车的 黑色皇冠3.0轿车 这一次再也没有闯过关口 在当天的抓捕行动中 两名盗车贼当场落网 从他们经常使用的这个作案车上 警方搜出了破坏所担的工具 制造的军警车牌和民用车牌 信号拦截器等全套作案工具 绝对是大贼 江阳大盗 已经可以感受到他们作案的这种方法 手段 熟练程度 那绝对不是说一天两天的贼 大贼 根据警方串并案分析 这个团伙已经活动三四年之久 倒车足有五十多辆 但是两名犯罪嫌疑人此时还存有侥幸心理 他们声称这是第一次作案 只是偷了被警方当场抓获的那一辆车 在这个汽车盗窃案上 警方已经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 对专案组成员来说 仅仅抓住倒车团伙的两名成员 仅仅截住一辆被倒车 是远远不告的 既然对方不愿意主动交代其他案件的情况 警方就索性从眼下的这种案件追查下去 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下 他们才终于交代 他们的车是卖给广州一个专售脏车的老板 而这个老板就是老何 抖到车之后 就回去的时候就跟他联系 就说抖到这样的车 就把他的车开给他 他卖了之后就再分给我们钱 犯罪嫌疑人交代 按照他们跟老何的约定 每次偷车得手后 他们立即通知老何 如果在几个小时内接不到车 老何就知道他们已经出事了 民警立即根据对方提供的电话 跟老何联络 对方果然已经关机了 抓个老何 所有的车都不知道 买拿去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 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他那断的话 那所有的车就信息就 没办法找了 投车之后就 因为他找到销路 所以马上能脱手 从这个交易中得到这个利益 所以你不把这个销路 转到途径 就把它切断了 始终到这团伙 他还是有他自己的 另外的销赃途径 你假如你这个途径 不打热他 他还是要偷车 盗车贼和销赃者 交货时才联系 平时很少见面 他们之间是一种 比较松散的团伙关系 那个神秘的老何 到底住在哪里 就连他的同伙 也不得点质 民警进入公安网查询 不料就此 果然就了一个精神的发现 河伟生这个人 还是浙江的一个网上载逃犯 一看载逃内容 也是涉及 涉嫌嚣张 当时上面我记得写的是 浙江 当地公安机关 打掉一个特大盗车团伙 盗车团伙落网之后 也交代 他们偷的大部分车辆 都是交给一个 叫何伟生的 化名叫老何的一个 嚣张人员 追讨信息显示 老何家就在广东省 曾长市 也正是倒车团伙 交付脏车的地方 民警立即赶赴曾长 请求当地警方协助 不久 警方就从当地的一家旅店中 得到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其中一名50多岁的男性顾客 从来不出门 已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住了一个客人 长达半个月 这个时间呢 就跟我们抓之前两个偷车贼 落网的时间 到我们发现他的时间差不多 这个人 是不是老何 我们也不敢盲目 贸然的进去 万一不是老何 或者是老何的其他关系人 打扫经社 抓不到老何 一样没用的 我们当时也给了老何的相片 给服务员辨认 但是服务员不能肯定 我们也不敢动手 后来就我们为了方便侦查嘛 就在何伟生 住的这个房间对面 我们侦查人员 开了一点 在对面住 这名可疑男子的房门 一直反锁着 即使服务员叫门 他也不答应 不开门 宾馆方面证实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时常出入这个房间 据说 她是老何包养的情妇 在守候了一天多之后 侦查员终于等到了一个 抓捕的好机会 那个女孩又拎着东西来敲房门了 她开门的时候 我老何一听到她是她的情妇 是一个很正常的感觉 抓捕之后 常常是孩子在睡觉的状态 这就是很多倒车团伙 一直都依赖的重要人物 老何 老何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经营汽车配件生意 由此认识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客户 那给我家人的朋友 应该经营账 对我的品件都不错了 不久老何就发现了一种 更轻松更快捷的赚钱方式 对他的话来讲 我通过收购张车 卖张车来赚钱 太容易了 一切就是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大把人要买这些车 而且我认识这么多人 给我提供的这些货源 又有货源又有市场 而且你知道这东西是 零成本的 对他来说 好像仅仅是搜车 卖车 也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 当有人到来汽车时 都主动跟老何联系 照他销赞 后来老何干脆直接插手 倒车活动 他提供一些工具 安排一些 继续好的 投资人家 加入到里面来 直接收他控制 他请先这个 同伙偷偷的车都是偷日本系列的车 后面就是经过老何安排一个能够偷欧洲系列的车 他偷欧洲系列车的话 汽车行量就相对一样高一点 形成了偷盗 销赃一条龙之后 老何就裁员滚 同伙们也都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 在老何的网络之下 许多见钱眼开的年轻人 纷纷加入了倒车行业 个别的都是已经是 已经曾经做过汽车修理工了 一个带一个 一个带一个 情况都比较 维修方面都比较精通的 老何落网后 盗车贼们的心理防线 一下子就崩溃了 据警方调查和本人交代 这个盗车销赃一条龙的团伙 至少已经作案上百起 涉案金额上千万 按照我国刑法 负责销赃的老何和其他团伙成员属于共换 盗窃公司财产 数额特别巨大 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机徒刑 或无机徒刑 他当时也说了 你如果让我把每一台车都给寄起来 不可能的 而且隔这么长时间这么多 这么大的数量 我只能给你提供一个大概的范围 大概的数字 只要有一丝线索 侦察员们就顺藤窝瓜去追 先从以静开始聚起 就从广东省开始聚起 从真正开始聚起 从他来说说社会朋友 或者朋友的朋友 那边买了车的一台一台的来聚 近在湖南张家界一地 警方就一举追回了13辆当车 当这些车再次出现在施主们面前时 人们都感到难以置信 有的车根本就没想到 有的人会追回来 因为那个车都那么久了 过了那么半年 一年载了 又有人追回来 真是还是意想不到的 那种车就不要停在那种黑暗的地方 因为那种黑暗的地方 比那个暗房啊 投车啊 称之好的条件 最常用的就是在车上装一个自己知道的位置 装一个断油路或者断电路的一个案件 民警提醒消费者 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购买来历不明的车辆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明知是脏车还要购买的 将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